反俄羅斯足球賽開打 不過看台上做的不是人 而是一個個的假人 假人身上還貼了不同的人頭像 看起來看台似乎做了不少人 其實大多是假人 可別以為這是球隊 純搞笑自製假球迷 包括伊朗 英國 俄羅斯等 無法親自前來的外國球迷 可是人人花了約新台幣800元 讓球場隱映他們的人頭 坐在場中 表達他們很想看球的心情 反俄羅斯是歐洲唯一 還沒停辦職業足球賽的國家 由於歐洲封鎖邊境 因此外國球迷就算想看球 也來不了 只能派假人代替 至於當地球迷 除了進場要量體溫外 人數也大幅減少 很恐怖的狀況 我都很驚訝 其實這最後的球 快速都變成了 不太多 白俄羅斯的確診者 也有將近一千五百人 不過白俄羅斯當局依舊佛系防疫 並未對球賽做出限制 到底繼續比賽 是否會使得疫情更嚴重 應該很快就會知道 記者回出 綜合報導